咖啡一家人 当时我们就猫逼了 哈哥 美丽姐罚你贵过搓衣板吗 没有 贵过玻璃渣吗 没有 那贵过键盘吗 也没有 卧槽 好羡慕你有这么好的老婆 羡慕 跪在猪篮里 你特么羡慕吗 唉 小皮 你怎么了 今天家里来客人 吃饭的时候 总是问我学习怎么样 明知道我成绩不好 那你就赶紧吃 吃完就马上走人 不就行了吗 我当时也是这样想的 但是看到满桌子的菜 我选择了 忍辱负重 二毛 有你朋友的吗 有啊 人怎么样 很学会 为了我 连命都可以不要 是不是真的 当然是真的 就拿昨天来说吧 昨天我那儿火灾 我抱着他从楼上跳下来 他更新当我的肉店 啊 那没事吧 我是没什么事啊 多亏了他 不过他抱了 狗蛋 你知道世界上谁最有钱吗 你白痴啊 当然是比尔盖茨啊 不对 哦 那是谁 是老王 因为他在每个人家的隔壁 都有一套房子 哈哈哈 老婆 我才出餐半个月 你又是排骨又是鱼的 你对我真好 去到你 我真幸福 嗯 那你赶紧吃饱饱的 我晚上要用 小皮 你来告诉老师 长大后 你有什么理想吗 我想有一架客机 别人都要买票 老师你不用 嗯 有志气 也谢谢你 然后等飞到半空的时候查票 没票的 滚出去 老板 你这里可以用Apple Pay吗 不好意思 请说中文 英文我听不懂 我是说 可以用苹果支付吗 我吵 这他妈也行 那你怎么不用米核桃支付呢 小皮 过来过来 妈妈要送你个礼物 真的吗 嗯 是什么礼物呀 你猜猜 妈妈给你提个醒啊 最新款的 超薄的 白色的 可以手写的 哇 难道是 是第三套模拟题 哈哈 怎么样 喜欢吧 哈哈哈哈 他们不过瘾 搜索公众号 阿皮一家人 添加关注 每天还有更多精彩 等你来 点个赞 再分享出去 爱你哟 妈妈答 妈妈 可以 我